今天用红薯做了早餐 很简单,放半年也不会坏 两个红薯去皮 切薄片 放进蒸锅里面,隔水蒸熟 蒸好之后放进大碗里 用叉子压成泥 压好的红薯泥有200克 加100克的糯米粉 用勺子搅一搅 然后再加入50克的清水 下手揉搓成团 揉好的面团是稍微偏软一点 像这种状态 然后放在压板上面 搓长一点,均分成四等份 每一小份都搓成细长条 然后摆在一起 切成小段 三到四个放到丑掌心 分开来放,搓圆球 像这样搓起来就很快的 搓好之后放大碗里 加上一些干的糯米粉 摇一摇 让每一颗圆子都裹满糯米粉 这样可以完全不会粘连 吃不了可以装到密封袋里面 密封放冰箱冷冻保存 放半年也不会坏 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煮 也不用解冻,很方便 而且冻过之后也完全不会粘连 水开之后下一个圆子 竹子浮起 加一大勺的红糖 搅一搅 家里有米酒可以再往里面加一点米酒 再往里面加一点淀粉水 竹子粘稠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非常简单又美味的早餐就做好了 吃起来又香又甜又软糯 当做早餐再好不过了 喜欢可以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